哈囉,歡迎收看卡爾說球,我是卡爾 這集為大家帶來英格蘭足球超級年賽 引操第五輪,諾丁和森林主場對陣伯恩利 台灣時間9月19日,凌晨2點45開題 兩隊過往在英冠交手,是伯恩利占優 而本季目前為止伯恩利是三戰全敗 但遇到的對手確實都比較難纏 包括上一輪熱刺,甚至可以說是血席他們 而諾丁和森林在上一輪是遇到整個陣容很完整 但是進不了球的切爾西 最後還是在下半場進球後守住勝利 但伯恩利在英聯盃事先把森林給拉下馬了 雖然是90分鐘後才進球 但雙方的交手在下半場換人後進攻端是變得比較有威脅 看了出來是想結束比賽 而森林最終還是被伯恩利給踢進 早早結束本季的英聯盃 而伯恩利其實在前面幾輪能看出進攻端其實沒有很差 但防守部分真的可以說是蠻糟糕的 可遇上森林這種隊伍認為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森林進攻端也可以說是不靠反擊 根本打不出任何東西 那兩邊這種模式下 蠻有可能都出現進球的畫面 但我認為伯恩利在比賽末段的進球能力會比森林來得好 看好做客勝出 這邊推薦克勝 大小分為2.5大 比數為1比2 也推薦雙方進球 那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